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是充满传奇的,他当过皇帝,领导整个国家,后来被人从皇位上赶了下来,过起了流亡生活,被日本人控制后成为了维满洲国的傀儡皇帝,日本战败后被苏联抓去坐了几年牢,新中国建立后,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公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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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